多谢小小姐,此恩,民女,实在无以为报。 姐姐若是想要帮我,是可以的,我有一家小店,就需要姐姐这样的人才,不知姐姐可愿意。 小小姐,民女自是想帮你的,可是,民女如今,民女这样的名声,只会给小小姐带来麻烦。 民生?什么民生?姐姐的民生如何了?犯错的是她,见老黄的人也是她,与姐姐什么关系? 姐姐可是担心你修复后,被世人指指点点。 修,修复? 姐姐可是担心那些流言蜚语,我却觉得那些流言蜚语与性命比起来不值一提,若是姐姐实在是担忧,这样,我可以想个办法帮姐姐换个身份。 这,会不会太麻烦了? 不麻烦。 那成,那就麻烦您了。 包炸我身上。 靖怀安也将京兆尹带来了,京兆尹去了隔壁家一看, 这,这,这,她这外事,是死人呀。 她不值这么一个外事,她有好几个外事呢,这只是其中之一,这个应当是想要转正,那她现在总不好与姐姐撕破脸皮,毕竟她还需要银钱。 玉池熙解决了这事,便继续巡逻了。 没想到啊,这京城游牧附位,也挺多事的。 嗯,任何职位都不轻松,小公主打算何时回顾? 先逛一圈,巡逻嘛,自然是要逛那么一圈的。 玉池熙打算回宫,却在回宫途中看到了。 那是门千总大人,听完门千总大人与其夫人,康丽情深,这。 她怎么还去青楼了?好家伙,好家伙。 不是说门千总从来不去青楼这种地方吗? 走,我们更过去瞧瞧。 等等,小公主联想,那等阿萨之地,您千年之许,最好不去。 青哥哥,你最好了,我就去看看,我保证我不会乱来的,我就是想要知道门千总进去干了什么了。 不行,小公主联想,那等地方太广草了,你…… 啊,那是小爸吗?小爸! 景怀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扭头望去,玉池熙偷偷摸摸地溜了进去。 夫人,睡下了吧?回避那人,方才出来的时候,我问了夫人身边的婢女。 夫人已经睡下了,嗯,行,那你去楼下守着吧,有事便上来换我,是。 去将花魁和魅姬都叫来,是。 没想到呀,没想到,你不但要找,还一次找俩,门千总呀,门千总,你玩得挺花的呀。 大爷,你能来咱们这一地儿,蓬壁生辉呀? 少来这套,说吧,这次又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?